大家好,今天是PCM D-BITS 游距营商计划 上星期一邀请了HKPC的朋友 订阅D-BITS 计划和初步申请的问题 上星期节目播出后 论者有不同的问题 包括如何申请 或选择什么方案 D-BITS 计划有十多个计划 当中仍然识识不同的组合 大家上去HKPC的网站 订阅D-BITS 供应商的名单 应该已经超过千 上星期已超过千 而且仍然识识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有些比较简单 例如网上的文件管理 或网上会议 这些会议会议 这些电脑加一些 视频会议会议 已经可以做到 但有些比较复杂的 例如数码营商 如何开设网上商店 如何用电子支付 其实在整个计划里面 这几个部分 都是一个大的部分 但涉及的考虑 可能是关于公司的 营运转变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零售科技商会副主席 Joseph 所以我们再详细 在整个Dbiz计划里面 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网上营商 第二个是网上接单和送提 第三个是网上限服务 第五个是数码支付及流动装置零售本利系统 即是POS 即是这几个范畴的一个服务 我首先想问Joseph 如果我是一间公司 当然可能我本身是有做传统的销售 或者我是一间食肆 其实是否应该 第一件事 可能我开网上的商店 是否先拿到网上营商的钱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你起码有那块钱 可以先建设你的网上 然后下一步 你先想想在网上 如何放这些货 如何收钱 如何卖你的货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 你说我不做的 我说我将我现在现有的实体店 就这样加个货币 当然也可以 因为问题就是 就像Lorence所说 你拿少了一块 实体店加货币 例如我是开一间店 或者茶餐厅 我加个八达通缉 其实就已经符合了这个要求 甚至你想想FPS 你想想某银行的平台 都可以的 基本上现在那些全部都可以 不过要考虑一件事 就是说 大部分这些服务 现在都是所谓一个subscription base 即是你开了个投资 其实如果万一的日常加价 手续费一加 所有东西 其实你就一直要做下去 因为你如果不是中途cut了 那你就可能少了些客 这是一个考虑 嗯 好了 举例如果我真的想 我开个网上商店 因为其实也很多 还有很多公司 他们都很懂得用自己去管理 Facebook专业 去做自己产品的推广 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要开个网上商店 除了找一个 supplier 帮我建议网站之外 其实日后的营运 要注意什么地方 我假设你开了那个网站 那以后你以后要花的洗派 就是你的网站 没有内容就没有人看的 嗯 那你内容你要找人去做content 那content 其实就是心机钱来的很多 大部分 因为你要想些content 吸引人 接着那些content 要promote 那你就是要做营销 要做marketing 那些你说你自己做也好 如果你买AdWords还是怎样呢 那些又是钱来的 那还有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你要记住 你一停 你的对手就过你了 因为大家都仍在同一个方向做事 好了 接着你再去想的 就是说有内容 那些 接着你怎么吸引去买 那后面还有一部分 就看你买什么 嗯 如果你买Service 就是我纯粹在online 我给你收钱就算了 那就简单一点 那如果不是 我还要送货的 那你就去到物流了 那你去到物流 就复杂程度就多了很多了 因为物流的partner 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你的服务质素 就是如果他做得不好 其实你可能做得很好 你准时货给他 不过他好像才送到他 或者送到他有问题的 那所以这些 其实你也要找一个好的partner 嗯 那找一个好的partner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也要看看 你自己销售的客户 想一下是 客源在哪里 嗯 那这个就是回到 刚才也要提到 就是你要 让他知道你存在 你还有 那跟着 刚才说 物流之前还有一部分 就是收钱 收钱究竟你是怎么收法呢 那收钱你是用自己 你建设这个payment gateway 嗯 还是你找第三方 啊 还是你挂着你银行 那个merchant bank去做呢 那这个通常都是 这三种最common的做法 那当然现在简单一点 你说我用FPS 用这些 其实都做到的 不过Depend on你的金额有多大 和Depend on你的货物是哪一类 就是有时 太大的金额 未必有些平台是合用的 还有退货的问题 退货有一个问题 你要想一下 如何退货呢 退货还是退货 这些又是一大堆问题 要想 这个我还没说到最入 表面的问题就是这些 因为整个Depend on你的计划里面 所包含 你可以看到的部分 就是设计的部分 日后营运 或者刚才Joseph提到一些 content的制作 我想拍一条影片 去推荐那些产品 这些日后营运的资金 或者人手 在计划里面是不包含的 其实它是帮助你 起网站 或者帮你设计了Payment Gateway 但是日后的运作 就要你自己去考虑得很清楚 究竟如果你在中小企 可能只有几个人 究竟你和你的同事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还是要另外再找人去做 这个就变成了日后的成本 就延续下去 就是学一下Joseph 就是不会说 用半年一年就停止 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有几类的 例如大家日常接触的店铺 我觉得它对这个计划来说 比较有优惠 例如我举个例子 我想可以开名 可以开名 我觉得很简单 你会看到疫情最大的优惠 或者能够到的机构是哪些呢 你看到就是现在做送帝那批 即Food Panda那批 为什么呢 我记得我自己也想过这个例子 就是说 譬如你现在吃米线 那些 其实你想想 好像南计米线 其实它出名了 但是你叫它去做外卖 你叫它收单 你叫它去做外卖 即是送件货 其实它要做都可以 不过我想它要做很多东西 要花很多钱 但是它如果要找一个好的优惠 你想想 那些优惠就帮它代收钱 代收单 代送卖 它就专心做好那款米线 是的 那这些我觉得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 喂我是不是这一类的公司呢 这类公司我觉得 是这些最好的 譬如你今次这个计划也好 其实你以后都是做自己的份内事 你专注做一些东西 虽然你是subscription bank 你也是断单计 但是其实你已经做起 因为其实 对家Foodpanda那些 都要帮你做宣传 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客人 他没有这个客人 其实是没有人帮助他 所以我觉得 这类例子 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整件事来说 是双赢的 这个就比较容易做 但是反过来 其实如果我是在一个茶餐厅 或者我是在一个 买粉面的食肆 其实我能够装Foodpanda 就行了 其实我不需要 一定先去拿Dbis这个钱 去自己搞 其实我打电话给Foodpanda 我想做你的partner Dbis又没有这个计划 可以帮大家 或者 对 其实Foodpanda 应该不用付钱 是大家做过计划 然后拆账的形式 基本上 我随时都开始得格 根本就不需要等Dbis去审批 以现在的模式 但是这样说 好像南技 Dbis可以做一件事 例如会计 厚勤的东西 你可以在Dbis 拿一些钱来做厚勤的东西 你可以专注去做好 可能 举个例子 收了单之后 可能你后面自己的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他PoS System 不是网上收钱 或者是在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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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Joseph提及了 其实那些可能是有人帮你搞的 你找到一个好的伙伴 反而就是你将你的伙伴 去申请一些后面的东西 原来我搞定自己的会计系统 可能更好 或者我搞定自己的PoS System 还有一部分 培训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应该值得去取 因为现在你用任何方式都好 你和科技是脱不了勾的了 那不如将员工的水平提升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拿 一定要做 因为你无限哪个方案 自动化方案 都一定要面对员工要懂 那我又想问一下 如果我真的做了一个PoS System 其实现在坊间很多不同的Solution 有些就是前线收钱 就是数码钱包 有一些就是后面 即是如何出单 厨房会知道你的账单 整个系统 如果我真的要做 当我不懂的 我如何去和一个Supplier King 或者日后的营运运作 例如E-Wallet 如何去和Service Provider去拆占 或者他收的服务费有多少 我想首先要想清楚几件事 我们刚才一直都用食肆去想 做例子 我当你是做贸易的 我想首先几件事 你想着你的客户会来自哪里 譬如海外有人来和你买东西 首先你要想 简单来说 譬如我用第三方支付 那你也要想一想 Service Provider 首先第一 保安先 保安 你看一下它的认证 究竟它是否跟随 比如Visa Master的认证 后面的Security 是否做足了 别人会做Audit去看它 这是其一 第二 你究竟收什么Currency 究竟你收多少只 第三 就是收哪一类卡 不要想着卡多有好处 因为简单来说 每一只卡是断一只计 譬如你说我又想收JCB 我又想收Visa 又想收Master 一路这样计 所以不要贪心 情愿慢慢试试水温 这个要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给你的服务 有什么增值服务 例如它可不可以给你 例如做一些工艺的国家 那些单案不收 例如Visa 其实网站也有说 全球有十几个国家 是高危的 譬如它可以帮你做到的 其中一些增值服务 就是帮你挡了缝隙 譬如那些例如俄罗斯 俄罗斯来的 我们寧愿做少一点 不做 那凡是俄罗斯的IP 我便全部都截掉了 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这些你要靠它帮你做 以及靠它的System 帮你查假卡 各方面的那些 所以这些就是你要看 那个供应商有没有帮你去挡 这些东西 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以及除了刚才说 Currency 卡的类型 以及 接着说 有几块给你钱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要看看银行 因为大部分都要明白 第三方支付 它没有权去批准你行不行 因为背后都要勾住银行 那些银行 究竟认为你的风险有多大 譬如银行说 这类货 退货的机会极高 走售的机会极高 可能银行不想做你 第三方都未必能做到你 当然你说PayPal PayPal是自己后面的银行 但是PayPal的货币会很贵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其他第三方 他们的问题就是 他们都没有权去批准 因为银行最后把关的 因为两个银行聊天 始终都有银行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要想起 当然 大部分银行现在都很积极 都会想一下 减少些什么 做少些什么 令到你的风险少些 然后先走 基本上 他都不想赶客 基本上 所以我想 刚才说 这些在后面的东西 全部都要去想 还有 前面PoS 如果PoS 如果你是银行的 当然你也是想 我有多少个Terminal 今天有哪个Terminal 可以收到 这些 大家不幸 我现在就 你看到很多店银行 Terminal都一两步 搞定 现在很厉害 一半做完 接触式和QR Code 其实很幸运 因为 如果不是 后面是断条Data Line 计算 那么 你还有一个店银行 最值钱就是Counter 你放完这些东西 你什么都不用做 现在有很多 值钱是用SIM卡 甚至是CHRID 甚至是GIRC 所以这些 其实你要和 浦木供应商商 去谈谈 去比较一下 以及究竟 譬如说 他最强的 譬如有些真的可能 我可以收Pay-Sword 收菲律宾的Gurancy 少转一手 你又少了些贷款 但不是天天都要做 譬如这些你要去留意 要比较 以及想清楚 到底你是 如果我做本地客人為主,就簡單一點 本地客人就簡單一點,因為有很多選擇 如果做網上商店,就應該要收更多 currency 才對 看你做不做外國客人 但你做外國客人,就要考慮宣傳,要考慮風險 例如退貨要怎樣,要考慮複雜很多 如果本地有市場,可以嘗試做本地市場 慢慢一步步做出去 如果我自己有一個商場裏面的店 我想做一個數碼支付的機器 要是跟銀行商店,去找Fat Party的投資 兩類都可以,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是你自己做Payment K-Way 最貴,你真的要養很多東西 第二種是你可以直接找你的銀行商店 譬如說,那間銀行有沒有做Online Banking 那間銀行商店說,不要緊,你本身是我的客人 不過通常就要放下一定的Payment 還有一個問題 你的銀行,就算是Murcher Banking幫你做 也有些限制 為甚麼呢? 我舉個例子 你的銀行會支援什麼 currency 會支援什麼卡就支援什麼卡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幫我找HSBC 那你怎樣叫他做AE 他收不到AE 他最多都是Visa Master 委員 你叫他找AE,他收不到Visa 所以這也是一個限制 第三方 第三方支付就是 他本身已經談了很多Partner 很多Bank是他的Partner 很多不同類型的卡 都是他的Partner 你找他一個,就好像點菜 即是點心指 究竟你要什麼 然後計算一下 每個月的Subscription是多少 他的計法就是 估計你有多少Transaction 還是估計你有多少Subscription 通常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 你量多 可能我收的Charge較低 但另一種 譬如我舉個例子 你可能買古董玩具 Transaction不多 但你一單可能很大 可能他也會用另一種計法 所以他也會看看你是哪一類的客戶 有不同的組合 譬如我們都知道 譬如用PayPal PayPal基本上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PayPal服務費 加上銀行信用卡的Transaction 加上PayPal一次過收了你 大約5%以上 差不多了 其實很厲害 以一個Transaction來講 5%以上 都能吃掉你大部分的Profit 因為是貨價計 不是Profit 所以很厲害 還有我想補充 不好意思 我想補充 第三方 通常他要看 例如 你本身有沒有雙屬的Mirchand Bank 如果沒有 他會推薦給你 Mirchand Bank 通常看一看 我看完你的公司分析後 可能Mirchand Bank 是收你一個Rate 例如2% 第三方 在Transaction上面 可能是零點幾 所以其實 都要看一看 銀行做風險評估之後 究竟看看 你的公司 他認為你賣的東西 風險有多高 他會覺得 譬如說 你Transaction很多 我可以收你低一點 因為他一直不斷用Transaction搭救 好 我想問一下 譬如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店舖 即是不要說Online 即是說店舖 很多店舖說 我不收信用卡 因為信用卡很貴 但我收支付寶 其實是否支付寶 那些Transaction的收費 比信用卡便宜 現在是的 因為現在都要搶市場 另外還有支付寶 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為什麼街市賣菜 都喜歡用 一個QR Code 搞定 我用一張紙出來 放在桌面 便可以收到錢 但其他那些 你要什麼部機 你要什麼部機 那部機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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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其實我們很見 很多的店舖 過去 尤其是電腦商場 很多時候我們以前 去用信用卡買電腦 要收支付寶 3% 或者3.5% 但是最近 我收支付寶 還有因為還有回討 收支付寶的好處是 其實我也是用信用卡 的數落支付寶 做過參賽訊 即是我也是錄卡 即是即時錄卡 但他又收了 即是有些很神奇 其實其他支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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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他都要搶市場搶客 所以你問我今天 其實如果我們站在客人的角度 你今天站在merchant角度 就很頭癢 因為沒有一個客人會 loyal 即是今個星期 告訴你支付寶 我便拿來用支付寶 付錢 下個星期Apple Pay 告訴你便宜 你便用Apple Pay 你作為客人 我為什麼有使用支付寶 或者用其他 哪一隻 你便看優惠 是看優惠 如果完全沒有優惠 我便很順利用Apple Pay 有優惠便看你用哪一隻 所以其實今天 作為merchant 是很頭癢 因為理論上 應該越多越好 比你的客人選擇 所以剛才說 我一部機 有這麼多種Payment 方法 其實都是你要和銀行開 可能一部機 要支付很多隻 但你也要取得 好像Joshi發點心指 我取得8達通 加支付寶 不是 我要取得Vchat Pay 又多樣的 即是那個價錢 其實是內部後面 你會再計算的 逐樣加上去 所以要看回 如果你是設置過網上的商店 或者是一個實體店 你要做Epayment 其實要看你的客人 用什麼服務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的客人是日本人 本地日本人 或者是海外日本人 你沒有理由不開JCB 這些你一定要知道 其實你要做少少 我想做少少調查 你知道那個客路 究竟是用什麼 即是 你所說 街市就不用了 街市可能有發達通 加 WeChat Pay 發達通也很麻煩 因為街市 你要想想 我都要插電 我都要插電 我要用電腦 我要拿著電腦 你用QR Code 什麼都不用 一張紙就行了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到培訓 應該要放少少錢 做員工培訓 其實哪方面的培訓 你會覺得 現在應該是可以 拿Dbis那塊錢去做 我自己覺得 既然能走數碼轉型 當然轉型 有人走得大部 有人小部 看看你走過一步 你要清楚 你現在的員工 所謂科技水平是什麼 譬如你說 假設是茶餐廳 你說我全部 接下來都是自動化 等於大家 可能都記得 十幾年前 當大家說 哇 在下單 在廚房電子收單 去炒乾炒牛河 當時最初的版本 就是 如何懂得多 小油 多什麼 那些很複雜的問題 那張單 如何懂得看 還有 在廚房環境 如何收到這些單 所以以前的年代 就在想 我們現在就走多一步 喂 今天可能坐在這裏 我想茶餐廳 很多都懂得用手機 但問題就是 究竟員工在哪部分 要配合你來這間公司的計劃 我可能舉個例子 呃 員工是需要 譬如說 某些東西自動化了 那些自動化 其實員工的水平 是未達標的 看看坊間有沒有這樣的培訓 是啊 這樣有這樣的培訓 我想餐廳 現在轉用一個電子落單 都很普遍 很普通 其實都很少手寫單 除非有很舊式的那些之外 我想你大部分的茶餐廳 或者你出去吃一碗米線 全部都是拿著粉體裝置 或者我們用另一種例子 如果當作寫字樓 當作一間貿易行 你今天我用雲端 好多東西 沒有地方放 沒有NAS 沒有黑碟 那我不用雲端服務 但是員工對雲端的認知 有多少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這些便可能要培訓 就是培訓 告訴大家雲端的事情 接著是保安 保安一定要做 其實你問我 這個培訓 其實我想無論任何數碼轉型 都要做保安方面的培訓 上個星期都有這樣的結論 如果每間公司可以申請三個項目 你先留一個做保安 保安是一定膽 大家都這樣說 因為自己員工的手機 可能累到你 公司本保身的保安做得不夠 或者他沒有什麼意識 很多這些密碼 所以保安一定是牌頭 如果你問我 例如怎樣看電郵 是不是正常 Malicious 這些是出零 當然你的公司可以買些花窩 但這些是習慣來的 但人是怎樣去判斷這個Email 要不應該開 Mindset 我自己都收到一些 扮得很像的銀行的電郵 叫你按下去 但那是HTML 如果你懂得看便知道有中伏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是培訓員工的Mindset 對於保安是先的意識 不過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在整個DBIS 申請的計劃書裏面 對於員工培訓是有限制的 不可以說一個計劃裏面 十萬元全部做了培訓 所以你要看 好像是一成的 如果無記錯也好像是一成 可能我做這個網絡安全 可能你只有一成的錢是做培訓 九成的錢是你要去買Service 可以買一些Anti-Virus的軟件 或者一些Firewall的東西 所以這個你要考慮清楚 還有可能很多時候 不要說作為僱主 或者一個決策者 不是說拿了政府的十萬元 你不需要付出 其實可能你是要電一些錢出來 去做其他的東西 配套 或者預算一個日後運作上的支出 有幾個方案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尤其是在一些訂閱的服務上 因為整個計劃裏面 都是包括你六個月的訂閱的費用 很多計劃其實是一年一年計 其實你已經要付出後面六個月的錢 所以不是說完全想過方法 去耗了那十萬元 或者那三十萬元 政府幫我找到 不是的 而是你實實在在 有些東西你用得著 先去申請 我覺得會好些 可能先了解自己的需要 好 那有沒有東西要補充 應該沒有 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網上商店 首先你是不是真的要走網上商店 其二 如果你想cost down 正如Joseph最初開始說 找有沒有first party的partner 我想外賣會在香港暫時見到比較多 比較成熟的一個partnership的形式 但如果是一個產品零售 可能大家會想到HKTV Mall 但其實HKTV Mall 都會是一個比較大了的鋪駛 而一些小商或個體商店 其實你要進去就未必進入 似乎這方面好像香港不太多 即是配合零售的一些 一些first party的服務 其實現在不多 但大家又會去想一層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找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用回POOT Panda的例子 其實POOT Panda不可以沒有了這些零售商 即是這些店舖 食肆的店舖 店舖也不可以沒有了它 其實只要大家各取所需 所以我會覺得 現在我會看到 還有你知道香港很喜歡一窩空 然後一定是有人可以用這個Model 反而我出現很多群組 即是群組形式的團購群組 即是不同 可能家樓下附近街坊那種 團購的力量 即是馬雲說C-to-B的Model 即是C-to-B的Model 即是C-to-B的Model 坦白說 我會覺得 坦白說 我隨口說一下 我不知道是否正在做 即是你隨時 如果說電子的產品 隨時封閘八路會 可能他們都要加強他們的Online 可能他們也會變成Online Mall 然後他們會將實體店購買一堆 一堆Online上面購買 現在封閘都做很多Online Store 每個星期都 有些價格都好看 所以可能他們都會找一些Partner 對 在上面購買 你不如掛在我那裡 有的 我覺得大家都要 所以我想要少時間 零售店會雙腦筋一點 一來香港有很多零售店 二來零售店很散 各人買 可能我買Beauty的 我買食品的 我買衣服的 我買運動用品的 即是很多不同的類別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食肆這個時候這麼厲害 是因為大家都不方便出去吃 但是其他的 現在就是 你看疫情如果結束了 有什麼能夠彈起 因為始終香港 你其他方圓 你想一下 15-20分鐘 基本上 我買了你一半需要的東西 太方便了 你是要文化開始慢慢改 文化開始 文化開始培養 大家不懂得買東西 是的 這次其實等於03年一樣 03年捕了一陣 現在更加捕得厲害 現在的捕法和03年很不同 很多遙距 即是網路應用 即是網路應用 都成熟了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 等待這個時間 看看有什麼零售店 的產品彈到上去 即是可以放到網路 而大家又覺得,我不去買都行,我只能訂購 現在一個情況,我見到比較常見,零售店的做法 可能他自己在Facebook專頁推推,我回了什麼生產品 IG購物,或者你在Facebook上流貨 但最後他也可能會提供送貨服務 但就變成不是一個網店開一個網頁來做 他在Facebook留言PM搞定 因為他就用這些現省有的平台掛在那裡就算 這些你不需要投資很多錢去做 當然你的量少就OK,量多就搞不定 但通常這些都是用一些Online Payment的方法 我覺得店鋪會是,他就會叫你Payme入帳 通常是個人帳戶 商業Payme都可以開的 不過他要有商業登記 商業登記應該有,很多公司都有 但商業Payme都要收收收費 要 標準是3.5,好像說 差不多 不過他又Promo 好像Promo了1.5 我記得是 我覺得大家都要想多一步 就是說 推完現在大家都可能用Facebook 這些就放上去 你不知道Facebook是否要收一條例 見你好賺 見你什麼 我不好意思 這些不能做的 要做就charge你 以前有個Facebook Market 你見到Facebook Market 就不是很多人買東西買的 有時候有些二手東西 但店舖就開專業在專業下面 招生意 所以你隨時在Facebook 見到你們 他又來收你錢 或者收根不讓你出 Facebook 開了Facebook Shop 已經開了 上個星期宣布了Facebook Shop 香港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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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還會陷入 所以大家有問題 歡迎收看 tramp特ему Joseph 他平時有點連rawn 和Joseph 有專欄 我們都會照顧問題 因為關於好看 或者我們不知 或者專��라고 讓Joseph 將adamente 即時回答 各位觀眾 如果有关于dbiz的问题,也可以留言,找其他嘉宾来解答 我们也有看过很多dbiz的计划 究竟在网上看到的套餐,或是自己的套餐 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和研究 如果有些公司想介绍自己的dbiz的套餐,也可以为我们 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接触,我们也会了解再和读者介绍和分享 今天也感谢Joseph和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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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